那今晚11点钟继续游走霉运的非洲队伍登场 第一组赛将会上演尼日利亚对类冰岛 在第二轮小组赛开始之后 已经出场的埃及和摩洛哥都吃下了二连败 那尼日利亚这只非洲雄鹰 要翻身摆脱非洲队的霉运的话 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的啦 因为他们的对手冰岛始终是组内最弱的 虽然第一场比赛是以1比1逼平了阿根廷 但是冰岛一尽量的底牌 还能不能够继续发挥他们的黑马本色 从尼日利亚的身上抢分 这是我们今晚值得关注的 另外呢在待会儿的凌晨2点钟 还有塞尔维亚和瑞士的对决 两队从纸面上来看 其实实力不相上下 谁都有赢对方的可能 不过塞尔维亚的形势目前是更胜一筹 他们首轮1比0取胜哥斯达利加 在小组三分领跑 至于钟表将瑞士 上一场是以1比1占平了桑巴军团 现在是信心满满 同样要抢足三分 在小组三分领跑